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聰沛 我是主持人安娜黎 你還記得慈不觀音 杜美馨何老師等人 以及那張被消失的維尼符咒嗎 蛤 你是忘記了 還是害怕想起來 現在傳出了還願 即將要開拍電影的消息 我覺得 這肯定會想起來的啊 前年的返校電影票房大賣 當時你有去看了嗎 而赤竹遊戲的另一部作品 還願也傳出要開拍電影了 該電影的監製李烈 在今年五月宣布離開原本的製作公司 而至今成立了新製作公司 一種態度 並召開記者會打探未來計畫 其中也透露 已經跟返校的遊戲研發團隊 赤竹遊戲談好了還願的電影改編版權 也會再度與返校導演徐漢強攜手合作 這些都是目前進行中的計畫 電影目前僅在事前計畫階段 何時開拍以及上映日期都還未知 講述當信仰變成一種迷信後 所造成的悲劇故事 這也讓很多人有感 只是這劇情僅圍繞著幾個人打轉 且還沒露臉 這懸角難度有點高耶 照片 照片 成功